幸福5月17日 在日月潭巷山游客中心 热闹举办临接该省 第100万名访台游客仪式 现场集结了来自浙江省 近200位正在台湾旅游的旅客 共同见证 两岸观光交流史上的重要时刻 现场黎明珊表示 大陆到南投游客逐年增加 去年更一举突破了200万 其中日月潭更是必有景点 浙江与南投的交流 也非常紧密 轻易坚固 希望未来能持续发展 谋取双方人民最大福祉 我们两岸在马总统 当选上阵之后 就积极的开放 两岸的观光 那么来自日潭观光的 我们大陆的同胞 目前也是我们南投县 跟浙江交情 最密切 不完最深刻 所以今天浙江一百万人 第一百万游客 已经产生了 我们今天要特地来表扬 希望我们两岸都加油都观光 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 促进两岸的感情 获得这一百万名游客的幸运儿 是浙江省金一国小姐 县长林明珍 庆次颁发证书 并为金小姐穿上赛德克背心 还有南投旅游界执政的大福袋 金小姐表示 相信自己今年已经会好运年年 南投有各式各样的 清静悠闲的度假民俗 可以感受到台湾民俗 独具特赦的旅游体验 感谢今天我能成为幸运的 第一百万名游客 踏进南投 相信今年我会更加好运年年 最后我要祝愿 有更多的游客 来到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 来到南投这个美丽的地方 来体验最最丰富的魅力风情 南投现在活动中 与传统的古兔炮十二响 以及最具台湾特色的 古早曲心桥段 原住民舞蹈迎兵 浙江省方面 也带来了浙江乐剧演出 吸引了不少游客围观